在江陵前國道發生了死亡車禍 地點是在國道一號北上213公里彰化路段 那麼根據劉姐呢 當時先後發生了兩起車禍 其中第一起車禍是兩台連結車 跟兩台救車發生擦撞 現場有三名駕駛下車來查看 想不到後方另一輛連結車閃避不及 直接撞上 造成其中兩名駕駛當場被撞死 連結車撞上兩台救車 三台車起火燃燒 變成了一大團火仇 連對象車道都看得見 消防隊道場緊急拉水仙灌救 還有一台車掉到邊坡 現場有三名傷者 緊急送醫兩人傷重不治 送來本院 經本院診治之後 他沿面有多處的骨折挫傷 胸部也有胸骨的骨折 以及肺部的挫傷 經急救之後 目前還住加護病院房繼續治療 車禍地點就在國道一號北上213公里 彰化西湖路段 24號凌晨接近三點 先後發生了兩起車禍 兩台連結車跟兩台轎車 先發生擦撞事故 其中一輛白色轎車橫停在外側車道 結果遭後方52歲陳姓連結車駕駛 再度追撞 往前又推撞到停在路間的黑色轎車 三台車瞬間起火 白色轎車還衝下邊坡 最後在邊坡找到駕駛連結車的陽姓男子 還有開白色轎車的薛姓男子 兩人都相中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 第一起車禍發生時 黑車駕駛受困車內 另外三名駕駛下車查看 被連結車當場撞飛 只有一人閃開沒有受傷 受困的駕駛也被拋飛車外 造成兩死一重傷 記者林一峰彰化報導